好 大家好 这里是零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在手机屏幕锁屏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在线播放 YouTube上的视频节目 或者在线音乐等 其实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好 首先我们在安卓手机上来说一下 如何实现这种锁屏播放的功能 安卓手机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安卓手机上 安装一个火狐浏览器 或者是谷歌浏览器也都是可以的 安装以后我们打开这个火狐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以后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YouTube网站 在YouTube网站上 我们随便找一个节目 来给它播放演示一下 好 比如说我打开这个背景音乐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视频上方 这个三个点 然后接着我们点击里面 这个桌面版本 再的话它会重用跳动 到这个桌面版本这个YouTube上 现在我们把这个手机屏幕 给它关闭掉 关闭掉以后 它仍然是可以播放 这个YouTube上这个节目的音频的 这样的话 即使我们把这个屏幕关闭掉以后 我们仍然可以播放这个音乐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苹果手机上 实现这种锁屏播放的功能 如果要在苹果手机上 实现这种功能的话 我们需要进入一个APP 我们进入这个苹果的用商店 然后我们搜索MUSI这款APP MUSI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就是第二款这款APP 这款APP是完全免费的 那么下载一下 下载完成以后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我们只需要点击里面的搜索按钮 现在我们去YouTube找一个视频给它演示一下 比如说同样是这个背景音乐这个视频 我们点击视频下方这个分享按钮 然后在分享里面 我们找到里面有个复制链接 我把这个视频链接复制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MUSI这款APP里 然后把这个地址再粘贴到里面进去 搜索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背景音乐这个视频 打开以后我们点击播放 好它现在已经开始播放音乐了 现在我把手机屏幕给关闭掉 好关闭到屏幕以后 它仍然可以在手机后台继续播放 这样的话 大家在平时在工作的时候 可以一边干活 一边收听节目或者听音乐 这样不仅可以省电 而且可以大大点找这手机 发热发弹的情况 是非常方便的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